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要失眠 最主要是春天的阳气刚刚升起 阴阳就比较容易失平衡 所以也会容易失眠 如果平时在家中可以按下月位可以帮助这些方面 有的 有三个月位 第一个就是驱风的风池月 第二个就是去湿的阴灵泉 第三个就是帮助失眠的神门月 每一个月位有没有按多久 每一个月位 这些月位通常你按下去有冤打圆圈 大概做一至三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你本身有这些问题 那当然是每天做 如果没有的 我也建议大家在春季的时候 都一个礼拜找一两天做一次 那对身体越做越多越好 希望如果你们都有这些问题 记得要试一下 继续回来健康关注组 我们的主题是 有饮食失调、米体小 严重到极会致命 没错了,介绍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 包括有精神科专科 洛梓荣医生 以及营养师 罗凯嘉Cherry 接着问洛医生 对于有饮食失调的病人 有什么治疗方法 其实饮食失调的病人 我们的治疗分向双线进行 包括我们首先说 要处理身体的状况 包括要处理最紧急 例如身体的电解质不平衡 又或者一些病发症等等 同时我们也会和营养师合作 就要开始制定一个餐单 包括令他的体重慢慢 循序漸进地上升 但同时因为是一个心理疾病 我们也要开启心理治疗 而有很多时候 其实是会邀请家人陪同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 就是饮食失调的治疗 是会关注家人 以及看他们的关系 有没有出现了问题 刚才听诺医生所说 营养师也要帮忙 Cherry, 在营养学方面 你怎么可以一起 和这位病人去医治呢 我们在营养智商的时候 都会了解他的饮食习惯 其实我们通常 都会在他的早午晚三餐 慢慢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时间 甚至乎良好的饮食 例如他可能的体重偏低 我们可能会在预餐之间 加入一些小食 或者健康的宵夜等等 当然如果他可以在饮食上 做回记录的话 那就非常好 因为他可以了解到 究竟自己吃了些什么 而且他可以看 那时候的感情上 对自己吃不吃到那样东西 又或者可能是吃完那样东西之后 会否满足 或者那时候的感觉究竟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也会和他讨论 和探讨一下 究竟他们在饮食上的模式 如何可以转变 而且我们会在饮食上 会坚持他的饮水量 和进食三餐的份量 要定时定量 是这样的 又问诺医生 其实有没有特定的治疗方法 或者计划 可以帮助患者 建立一个积极身体观念的形象 是否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患者 不如欣赏自己 其实人不只是看他的身形 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 他也要学会欣赏自己 其他方面的成就 或者也会慢慢告诉他 其实这个饮食的状况 带给他一些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譬如如刚才Cherry所说 他们如果有一些饮食特别的习惯 你很难在朋友面前 继续吃东西 譬如举个例子 吃一条菜都要去洗一下油 其实就会很影响了他的社交 逐漸就会越来越不出街 或者越来越不见人 我们就会告诉他 其实这个饮食失调 如何影响了他日常 也带给他一些不好的负面情绪 同时我们也会跟他说 我们会讨论自己的圈子 去认识不同的朋友 或者不同的兴趣 也会建议他 譬如去试试一些正观的饮食 或者正观的疗法等等 我听你这样说 这个饮食失调会否引致到 有其他的精神病出现 其实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饮食失调 我们说有很大机会 有共发的精神疾病 同时也会有其他情绪的问题 一般多数会有抑鬱或者焦慮 有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见 有濫药的情况 另外还会有机会 其实本身的患者 可能也有一个人格的障碍 在那里 是的 其实在这些情况 通常你们会如何做 通常我们会分先后自聚 看看哪方面会更加紧急 譬如他有很严重的情绪困扰 那一刻 当然要同一时间处理 但我们无论是在身体上先 如果身体因为饮食失调 如果病发症比较严重 先处理身体 让身体的机能稳定 我们就会同时处理饮食和情绪困扰 那又问一下两位 对于刚刚确诊初期的饮食失调 如何可以帮他们 建立更健康的饮食习惯 但同时要确保他们的救营养 这样吧 我们很多时候 很多病人就会把 好像刚才Cherry所说 把食物分好和坏 但我们有时也会跟他们说 其实就算邪恶的食物 也有它的营养在那里 也有时我们经常说 治疗性的食物 其实所有东西都要看量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失控 也要同时想一想 究竟自己现在吃这东西 是因为我情绪化 所以我要吃这东西 还是我真的需要补充这个营养呢 而且多些时候看自己的情绪 究竟是否受到身边或是严家工作 或是学业等等的影响了 即不健康的食物 应该吃一点都没有问题 应该是吗 可以的 适量 适量也可以的 问两位 如何预防患上饮食失调 Cherry 其实首先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去面对自己 是 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很胖 是 首先不要以自己的减绑 或者是增绑作为一个目标 首先要跟食物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是 不要怕进食哪一类型的食物 会导致自己胖 因为好像诺医生所说 其实每一样食物 都会有自己的营养价值 是 只不过你要控制 可能进食的次数 或者可能分量究竟是多少 除了自己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外 家人的帮助也很重要 是吗 他们应该如何做 你说得很好 其实很多时候家人是 第一线罪会了解到 或者留意到 他最近有不妥的人 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 如果他发觉患者 或者身边的人开始有饮食 好像有点不正常 或者看重 有点飘忽 其实是可以开始关注一下 你最近是否有什么压力 或者有什么可以帮助 很多时候我们说 叫患者去看医生 或者看营养师 可能他那一刻会很害怕 不过我们可以慢慢跟他说 你因为这个饮食 其实带到你一些你都不想的东西 譬如出不了跟朋友吃饭 又或者经常要扣喉 令自己身体很不舒服 令他知道这件事 都要正视一下 那当然陪伴是最好的支持 Cherry有什么建议给他们的家人 因为家人和朋友 其实他们的支持和关心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一发现到 可能身边有异常的问题 其实就不要说他们 例如不要执问他们 为什么你吃那么多 又或者不要批判他们的身形 因为这样也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 对 反而就是要多些问候 和了解一下 究竟他平时的饮食状态是如何 所以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没错 他很重要 是 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想多关注健康的问题 可以上我们的Facebook 开TV关注组的专页留言 或者WhatsApp给我们也可以 53995388 今天谢谢两位嘉宾 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